他和庄志渊徐贤德 还有这个战术 下手比较狠比较凶 他最终的是 连续地把分扳回来 最后以两分优势取得胜利 应该说是连着赢了六分球 这个第一局打得非常不错 但是可以看到 阿里梅安这个运动员 他的能力还是非常不错 我的最大弱点就是怕变化 大家看阿里梅安刚才是退到 他的球还是很有锐利 很有危险 也成为一个在亚洲 比分又很接近 最长的 刁钻 在中国的省市可能训练 你可以看出 表现的这么突出 你看这个反手 反手能力很强 漂亮 现在保持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 好的 机会球结果打丢了 这样伊朗的选手 他比王立琴不弱 你可以看出来 我看这次伊朗选手 阿里梅安就算一个新星 吃发球了 现在王立琴的正手 手力比较高 威胁 又来了 你看就这个球 一定要防止 就这个 大家看反手斜线 又来了 又一个球 第五局比赛开始 打里面伊朗的运动员 今天和王丽琴 难解难分 你看又来了 动作比较果断 豁得出去 又换手了 看和 新疆 哎呦 哎呦 今天第二个发球 正手连续拉 形成对拉 哎呦 哎呀 吃发球了 这样呢 就是 出了一个大冷门 就是阿里梅安呢 反而呢 是四比一 战胜了 王丽琴 淘汰了中国的运动员 那么伊朗的阿里梅安呢 这个确确实实 今天所表现出来的技术 让我们认为呢 他确实在实力上 具备了相当的实力 而且今天是敢打敢拼 放手一搏 创造了奇迹 我们祝贺他 是